喉咙出血什么原因? 徐大道,耳鼻咽喉头菌外科,副主任医师 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,经常来的一个病人就说 哎呀,大夫,我喉咙出血了 那么喉咙出血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追溯这个病人 喉咙的出血,你究竟是顺着痰吐出来的 还是咳出来的 你醒鼻子了没有?等等这些相关问题 你都要把它问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的出血原因很多 譬如说我们鼻咽部的出血 然后顺着鼻咽,那么到了咽部 也会出现脏子里面的出血 那么这个出血的原因是在鼻腔的后部 那么也可能这出血来自于咽喉部的损伤的出血 那么咽喉部的血管的破裂出血 那么也可能咳嗽出现的出血 咳透出来的血 那么这可能是呼吸道或者肺部的病变的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消化到其他的出血 所以对于这样的出血 我们首先要到耳鼻核科做检查 看是不是咽喉部有明显的找到出血点 如果找到明显的出血点 那么这就好办了 如果没有找到明显的出血点 那么还要就诊于消化科和呼吸科 专家提示 一 喉咙出血的原因很多 鼻腔后面的出血 可以通过鼻咽部到咽腔 二 鼻咽部的出血 顺着鼻咽到了咽部 也会出现嗓子里出血 三 咽喉部的血管破裂出血 也可能出现喉咙出血 四 咳嗽出来的血 可能是呼吸道或者肺部的病变引起的 五 也可能是消化道的出血 所以首先要到耳鼻核科做检查